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你来了 你来了 我好想你 纯真 对不起 我不知道 等你分开以后 你会 这么糟蹋自己 我这么糟蹋自己 我都是因为谁啊 你一直追不起就完了 你是不是让你走 我家里东西 我都没动我 你衣服 你压钢 压唤 雪都在那摆着 我都没动我 我就希望你能回来 给我等等 你也不回来 来 你站我这儿来 换你好像 很多事情欲言又止吗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主持人你好 我是王迪 是杨纯的前男友 你的离开原因是 如杨纯所说的 喜欢上了别的女人吗 不是 其实当时分手 所有女朋友 有孩子 其实那是假的 然后骗子 为什么要骗子 因为关于家里头的事 确实是发生了 很大的变故 所以说我必须要 和杨纯分开 家里走了 已经完全破产了 我不想拖累你 那今天干嘛又来呢 今天想过来把话 跟他说清楚 然后让他以后 不要再这么 征服自个儿 行 你们俩自个儿说 我没别的好说的 跟李泽平比起来 你还真不像个男人 来来来 站这儿 杨纯站那儿 来 事隔半年的一次告白 好吧 接下来是杨纯和王迪 互相的告白时间 为什么当初我跟你 怎么不让我 好好的过吧 别一直 就是在我这棵树上 吊死了 好好找工作 然后找一个更好的 然后把我忘了吧 行吗 好好保重吧 对不起 别痛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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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报车 别哭了 我不相信你不喜欢我 我不相信你不爱我 这个女孩的世界里 只有她自己和她的爱情 其实并不太善于关心别人 她只能成为男人的负担 坦白说 我压根就不信这男的说的 什么事能让她离开自己爱的人 能忍心看着真正自己爱的人 那么伤心欲绝呀 我倒可以理解就是说 她想把这个情感放一放 但是她的处理有问题 因为我曾经也有过 这个工作和财务上面 出现这个问题和状况 精神压力非常大 那要按这个逻辑的话 只要事业上受到了挫折 恋人就得暂时分开一段时间 夫妻就得分居一段时间 那这样岂不天下大乱 这要看她选择的恋爱对象 或者是她的妻子 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真的能够相濡以沫 能够一起同甘共苦打拼的 我觉得这完全没有不存在问题 这就是爱情和婚姻的真谛呀 我愿意跟你一起说过 我愿意不信的 我愿意不信的三年 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这些其他人叫她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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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ざ解! 月明天下定的时间 等一下 我愿意不吝点 这些人现在在我的背景 我是这样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